發生在台北市東湖市場 一名15歲少年偷開外公的車 沒想到是失控撞 結果多了三條人命 來聽聽內湖分局的最新記者會 東湖發生一件重大的車禍 造成三名死者及兩名民眾的受傷 經調查這個是由一個真性的少年 他無照駕駛 然後闖入這個 闖入這個 湊頭腹店 然後造成的一個重大傷亡 那本分局立即帶回少年做調查 在調查少年的過程中 發現少年並沒有 所謂的這個酒駕跟毒駕的形勢 我們初步的 採集相關的尿液血液 及這個煙蛋做 檢驗之後 已經初步的這個排除 相關的毒駕跟酒駕的部分 那我們再繼續深入的調查 從車輛的行進軌跡 我們有發現 少年應該是在無照駕駛跟行駛吃 失控跟超速的部分 是此次案件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相關的部分 我們正刻正在釐清中 那我們也發現 這個少年無照駕駛 他的這個車主是他的這個親人 那我們後續也會傳訊親人到案 了解這個 對於這車輛的保管是否有疏失 或者是有運運使用的部分 那因為親人目前正在國外 我們要等親人回國之後 被害者跟整個案件的一個處理 那內部分局以上報告 請問是否有問題提問 請問這件少年回溯他的 整個路負線圖的話來看 他從哪邊來 那沿路車水大概是多久這樣子 那還有行車的狀況是否是正常 是 那個 經我們調查監視器跟相關的查訪結果 我們發現那個少年在東湖的親戚家 取得鑰匙之後 是前往汐止的停車場取車 那從汐止的停車場再開回 再開回東湖地區 我們推算這個行車過程 大概在10分鐘左右 那至於行車的狀態是在 就監視器而言是 他轉進到安康街的時候 才有車輛差狀 及這個急速加速衝撞的一個形式 各位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就大概是這樣的 少年有說他當下 為什麼會有發生的狀況 急速加速的狀況 少年的警群比如正在詢問 那這個我們從監視器回推的話 從監視器回推跟現有狀況回推的話 那應該就是無照駕駛 無照駕駛 然後跟超速的形形所造成 好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各位觀眾 感謝 謝謝 謝謝 好 您可以聽到的內湖分局是表示 這名少年他是無照駕駛 失控超速的情形所導致 那麼目前少年還在詢問當中 那麼製作秘錄當中 我會再看見了 好 您可以去的 好 您可以去的 大家可以去的